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空襲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92點,收報28451點 成交比昨天更多,有978億 今天港股本來高開,有機會衝2萬9關 試完昨晚,美股道指升了330點,很高興 誰知道,今天香港不久,就馬上傳出來 美軍無人機,空襲在伊拉克首都巴格特的伊朗指揮官 叫做蘇利曼尼,蘇萊馬尼,這位指揮官 當場將他炸死了 搞到中東局勢立即升溫 油價立即飆升了4% 港股高開之後,最高衝到28883點 然後一路回復 其實五後都好一點,跌定一點,都在打橫行 但是大家知道這些情況下 香港就成為一個空襲的對象 美軍在空襲伊朗,伊拉克首都巴格特的伊朗支持的一個將軍 炸毀死了他,報復伊朗支持的這些民兵 去搞伊拉克美軍的大使館 當日過年前,所以現在報復 一大輪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些事情發生在亞洲時段 香港就會立即成為了什麼呢? 就是提款機 這個提款機的意思就是 因為他們很多基金要對沖 沒有地方可以對香港的市場活躍 香港沒有外匯管制 香港是一個打國際波的金融市場 所以所有的對沖 所有的事情就用香港來做 用香港來做,即是立即沽棋子 立即就一沽棋子之下,對沖 那些現貨都不斷落,所以一路就這樣跌 通常這些情況都還沒那麼快跌完 會怎樣呢? 那現在你在歐洲時段開了,歐洲就跌了 因為在怕伊朗,即是中東局勢緊張 油價上升,對歐洲的石油又會有緊張 其實多虧了,油價怎麼會 有升都不會升得去哪裏 會有升少少的,不升得去哪裏 待會再說 好,那接著呢 歐洲局勢緊張,那歐股就大跌 特別是德國股市那些很脆弱 一受到這些事件影響 那接著美股期貨,大概都是跌回1%左右 不過1%昨天升330點 現在跌回的都是昨天的升幅 好了,那就害怕 那通常這些情況就去到 今晚呢,美股它可能呢 都是會害怕的 不過,美市跌的時候跌幅收窄 因為美國真的不太害怕這些事情 一來它自己有大把石油 現在它多度可以出口 二來它發動這些攻勢 它都預計了,你隨時會報復我 那它都預計了這些事情 那美股都是心理上都害怕的 那特朗普,他為了要連任 如果他覺得會弄死個美股 他會不會空襲 他當然不會 大家知道他都視這個美股作為他的什麼 他的政績 所以應該都不會做到搞到很大件事 那伊朗是否真的夠膽很大幅度的報復呢 用口一定是口諸不伐 說到一切後果、負責 可能會搞一下 下面有些支持民兵組織 可能會走來搞一下 甚至搞一下以色列 諸如此類 這些都有機會發生 但是是不是真的夠膽大規模去搞美國呢 我相信不會 因為美國其實這幾年都不停地在 希望伊朗真的搞事 因為特朗普有機會、有機可乘 搞你伊朗 但是其實幾次伊朗都很忍著 何況今次這個事件 現在表面看似乎都是好像過年之前 就是因為那些民兵組織先搞美國在伊拉克的大使館 所以造成這樣 美國都是一個報復行動來的 所以估計會有些震盪 不會真是說 這次空襲搞到很大件事 說到說空襲完香港做提款機之後 就是等局勢平息 因為香港始終對不到自己國際的貨 所以在香港其實逐漸沽下去之後 可能會在較低的水平 就會逐漸平回淡倉 因為香港對不真 不是真是認真可以對衝到的 好了 講了那麼久 走勢怎麼看呢 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今天一枝飲足劈下來就沒有辦法了 這樣受到這些影響 香港這個國際城市 國際金融市場就是這樣 一定逢是面對這些情況 都會遇到這些一下大跌 今天跌下來也是一個借勢調整 因為恆子也都由2萬6 升到上2萬9 2萬88883點 今天最高 那麼高的時候回套多少呢 你大概如果3分之1 就去到2萬8 是吧 2萬8 甚至低一點 2萬7千8 那麼 只要這個上升列口 12月12日和13日之間 這個上升列口 不回補的話 或者回補了 不跌穿 收在旗下的話 仍然都是向好的 那現在有些調整 調整來之後 中線走勢仍然向好的 恆子中線 就要看它的中線走勢圖 中線走勢圖 哎呦 不要漏了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雙底形態 大雙底形態 其實本周已經是突破了這個 兩年的下降軌 那在下降軌之上 如果能夠延續三周更加好 可以確認到突破的話 起碼都可以去3萬項線位 那今年最牛是3萬6 那除非就是剛才這麼說 就是回補了這個 12月12日和13日之間的上升列口 如果回補了 並收於旗下的話 那短中線我們才再檢討 到時就可能要轉燈 否則現在都繼續是綠燈看好的 那看好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這次上升是因爲什麼原因 是因爲 是因爲 你現在擔心一堆去調 那你先搞清楚上升的原因 就是12月12日 聯儲局議息之後 我們13日凌晨 就是說 未來一年加息機會都很低 它暗地裡其實都在涼寬 沒有涼寬名義的涼寬在放水 第一 美國是這樣 第二 近來就是 中美簽可以達成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還有中國其實會有 經濟上都會有一些 就是放水 補經濟的措施 例如剛剛 元旦日公佈的降準 一連串這些東西 就是支持市上升的元素 這些元素繼續在的話 或者這個還未完全反映了的話 這些利好因素 會繼續支持市 繼續向好 例如你放水支持的 經濟好 一直出現到這些現象 就一直繼續好 例如說 中美貿談之後 雙方是否有一個 可以有一個和平的關係 當然 特朗普又說 可能會立即展開第二階段的貿談 就算是真的立即展開 也不是說 大家立即又叫過交 如果大家有些和和氣氣 一段時間 對中美股市都會好 看回這些因素 事實上 今天內地股市 對外圍這個情況 就不是很擔心的 最主要是因為 它剛剛才向上突破 剛剛突破 就是你外面這些 美國和中東這些關係 對中國的股市 影響不是很大的 是吧 你看看深淨成分股指數 今天還有得升的 升雖然不多 0.17% 但是沒有什麼事 就是說 上證指數要跌一點點 0.04%跌一點 就是站在項線之上 今天已經是連續三天 站在項線位3048之上 3048就是7月2日的高位 在除夕日那天 就收3050第一天 站在其上 第二第三天 三天的話就確認了 這個求肩底形態 確認到的話 理論上 按這個量度升幅 就會去到3383 起碼都會升穿 這個2019年4月的高位3288 3363 3363是量度升幅目標 3360區 即是說 我對於A股 對於港股 覺得都還是好的 因為這些外衛局勢 可能只是借調整 事實上 如果你看到美股來講 道指來看 其實兩支揚竹上去 現在期貨大概跌回300點左右 即是跌回昨天的升幅 跌回昨天的升幅 都是回補最新的裂口 28,400區如果不跌穿的話 其實短線還是很強 即是超短線很強 起碼要跌穿這條上升軌 才是轉弱 會不會這麼容易 跌得穿呢 都未必肯定 即是因為它可能回到28,400 28,400 這些也很相似 因為這些空襲 對美國來說都是小事 你看油價 油價如果真是很害怕的話 它應該衝上去 多少呢 布蘭特旗油的話 應該衝穿72 衝穿72 要害怕 所以有condition 要看著這些 油價衝穿72 我們要害怕 好了 如果看十年期債息 就是跌穿這條上升軌 起碼是1.8厘 你初步害怕 跌穿12月3日的低位 即是1.69厘 你要害怕 如果不是 其實現在是1.8厘之上的話 有些震盪 不需要這麼害怕 日日日也是避險的 向下就是日日日升 現在去到108水平 如果真的穿了前浪底 大概是107.87厘 107.8厘的話 跌穿的話 你少怕有震盪 如果10月3日這個低位 跌穿了 即是106.5厘 如果收到106.5厘之下 你就真的要害怕 其實跟那個債息的情況一樣 真的要跌穿這些重要的位 才說真的要害怕 暫時來看 有些震盪 就不是說馬上很害怕 估計港股有些 借勢會有些調整 2萬8分 甚至2萬7千8 可能會回到 但是都是調整 調整完 希望它可以繼續上 如果中線來看 我仍然維持看著3萬區 最樂觀 就可以去到3萬6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先休息一下 はい 晚安 我們今天才可以 goodbye sz me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